要把这个范围定义一个名称叫班级 但一直不给我键 我后来发现它原因应该是出在这里 因为这个名称SAP名称叫班级 它这个名称 我本来想说应该不会冲突吧 就没想到 居然两个会有冲突 所以你不能叫班级 因为这边名称已经用掉 所以它这个地方不能用班级 所以我把它改一个名称叫班级清单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要变成一个像它清单 第三种方式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验证这边 就是直接怎么样 改成F3 直接Deletele F3 它会跳这个 刚刚我定义好的那个名称 然后我就直接给一个名称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只要有一个名称 我就可以把这个名称背后的这个资料 直接带到这边来 然后按确定之后 也会产生下拉清单 OK 所以方法还蛮多的 然后一个第一个是写固定的 第二个的话是选一个范围 第三个就用定义名称 那其中定义名称这个是相对我觉得 比较可以拿来应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以后的话 如果那个名称 我只要就像说我举个例子 之前有同学问到说如果要做像两层式的 那个什么下拉清单该怎么做 刚好在我们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范例 叫做两层式清单 OK 那如果各位要练习的话可以这样按右键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这个范例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放在那个我的范例档案里面 所以好你们看应该是没有 如果有的好像没有两层式范例 没有好像没有两层式的这个这个清单范例 所以你们就自行从云端上面按右键 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或者点开来下载也可以 点开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一样有个档案 这个比较麻烦 这要下载成Excel 我是觉得比较快的方法是直接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下载它 下载完之后把它打开 下载完这边就有了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启用编辑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理论上前面这些资料应该是看不到的 一般习惯是这样 就是当你点选下拉清单的时候 比如说呢 这边总共有几个选项 中文月份 英文月份 中文日星期 英文星期 那当然你想说 如果下拉清单 理论上应该是 选了中月份的时候呢 那其实底下这边还有一个下拉清单 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的是什么 一到十二月 那如果假设说我今天点了这个英文的月份之后 那理论上 因为刚刚我们做的都是固定的清单 那如果假设你希望下面这一个清单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随着上面的名称改变而改变的话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这边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当你上面的上面的名称改变 下面的名称居然也跟着改变了 所以如果假设再把它改成中文的星期 底下的资料呢 也会取得中文星期 而不会取得是其他资料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了第一个 其实我已经在那个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里面 建立好几个名称的 这个是我已经建好的 那这个建好的名称 包含哪一些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清单 那清单指的是哪里呢 清单指的是 就是这个范围啦 这边呢 这边点子 这边你可以看 这个指的是A1到B1这个范围 这个啦 有没有实际上就是指 我这个清单点下去 不就是刚好抓中月份 英月份 英文的月份 中文月份 其实应该是中文英文 英文的星期 好 那当然了底下的话还有什么的中月份 中月份指的就是它底下这个资料 1到12月 然后中星期的话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我一直在一推啦 就是这些范围 然后呢 我只要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这个名称的改变 它底下为什么可以跟着改变 这里的话其实 有一个蛮重要的 一个设定 当然你可以想 这个设定 这边应该可以理解 这边应该就是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然后呢 我就直接给它什么 给它清单啦 有没有 它下拉就没有问题了 那问题来了 底下这个资料 这个里面应该怎么下工 为什么它可以变动 所以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能够变动是因为 我们将来在这个来源里面 并不是给它固定的一个范围 而是让它根据什么 根据我上面清单的这个名称改变 而去抓什么呢 抓上面的这个名称哦 因为它的这个清单里面的名称 跟我定义好的那个定义名称 是一样的 哎 所以哦 我只要什么 利用 顺便在利用什么 利用有一个函数啦 这个函数很重要 之前我们 刚好有讲到 所以油标放这边哦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可以点选它呢 它可以自己去抓到中月份的 这个范围资料 帮我带过来 那当然油标放这边 你可以看到答案 就是资料认证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来源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并不是指向某一个范围 也不是给它固定的名称 而是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各位应该有印象吧 就是325人士芬兰 有没有 我们第二个用掉的函数 这个叫Indirect 那Indirect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用Indirect的时候 跑掉了取笑一下 再把它切回来 那我们用Indirect的时候 后面还记得吧 我们本来是放什么 类似像双引号 里面放个什么 放个什么B2之类的 一个储存格范围 有没有 但是跟各位讲 Indirect 它除了说可以放一个储存格之外 也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定义名称的方式 也就跟它讲说 我这个名称 实际上呢 就刚好是放在G1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帮我 这边你可以点一下G1 跟他讲说 我 将来要取得的那个范围哦 是根据上面的那个名称 所以呢 他会直接找到中月份 并且到 他的那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 找找看 有没有中月份 就把中月份的这整个范围的资料 就直接帮我把它带回来 所以 特别至于 Internet这个函数呢 除了可以带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他也可以带一整个范围的资料 放在这里 他放到这里之后的话就把我把它塞到这里面了 所以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就会是得到什么 一整个里面一到十二月份的资料 对哦 特别是Internet很重要 按确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点一下 比如英月份 那英月份刚好 这个名称在我们的那个名称管里面也有 在这里 英月份 那指的就是B2 到 有没有B13 那我底下这边就用Internet 帮我把这个名称的资料取回来 所以你点选他的时候 他也会得到这些东西 对吧 以后如果假设你要做两层的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三层 我也可以 你比如说你点的时候 下面那个清单也可以 用上面当名称去取得他的资料放进来 只是说这边可能要定义 先定义好很多的名称 所以这一题 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先 把上面的这个名称先定义好 OK 所以我总共有 因为这个下来清单里面就是这些了 加上个清单嘛 所以这几个 这边有的 这边也要有 再配合第二个用Internet的函数 可以把那个范围抓到清单里面去 OK 那请各位 试一下 顺便补充一下那个两层式的 这个 清单 那我是把它放 因为没有放在范例档案里面 所以请各位自行在到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个单元 这边就会有一个叫什么 叫两层式清单按右键 把它下载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